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可以下载这个PVD课件 在这 这个呢基本上和我们上课的 是同步的 大家可以到这来下载 这是一个地方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 就在外面交通有一个网站 大家打一下这个地址 然后呢来点这儿 有一个世界古代史 然后呢 这有个课程资源 然后到这儿来下载 大家看到了吧 上半部分呢是我们这一期要使用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世界上午时 下面呢是世界中午时 下期用的 这是两个网站 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去下载 我这个电脑里面的课件呢 很抱歉 就不能考虑大家了 因为考虑大家大家也用不了 这个系统和它不一样 另外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网站 因为我们这些课也开始讲 上古埃及文明 这儿呢有一个古埃及网网站 就叫3w.古埃及全拼 古埃及网的全拼 点CN 就是古埃及网全拼点CN 大家看一下哈 到这儿来 大家看了吧 古埃及网这个 这上面有好多资源哈 我们可以 去下载哈 他也可以去浏览 也可以哈 有好多图片 也有好多的文章 以及呢 我PDF版本的哈 一些书籍和资料 大家呢都可以到这儿去下载 请大家记录这个网站哈 古埃及网网站 那好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向大家介绍第二章 上古埃及 首先呢我们来看概论这一部分 埃及 提到埃及呢 大家马上想到 英语中哈 埃及我们说是什么 Egypt 这词怎么来的呢 这词啊说起来呢 来到 这个还非常复杂 英语中的 Egypt这个词呢 应该是从 中世纪法语 Egypt 这样来的 中世纪法语 中世纪法语这个词呢 又是从拉丁文来的 埃及布图斯 拉丁文 埃及布图斯 那么这个拉丁文呢 再往下追 又追溯到这个 希腊文 古希腊人哈 到埃及去之后哈 对埃及呢有个称呼 叫埃及布图斯 这希腊 这是希腊人给他的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这个名字是 希腊人 把这个埃及 孟非斯 这个城内呢 有一座非常重要的神庙 什么神庙呢 是这个神庙 普大赫神庙 把这个神庙哈 这个神庙叫 Hotka Putach 就是 这是埃及文了哈 卡就是灵魂 普大赫神 就是普大赫神的房子 当然就是普大赫神庙 这个名词呢 转移到 经过希腊人一转移哈 就成了这个 埃及布图斯 这个词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埃及这个词呢 Egypt这个词哈 要追溯的哈 追溯到希腊人 再追溯到埃及人 但知道现在的埃及 是 是埃及阿拉伯共和国 简称 对吧 那么阿拉伯语中 埃及叫什么呀 和这个没关系 离得非常远 Isr 就是辽阔的国家 Isr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称埃及呢 都称这个名字 Isr 那我们看哈 古埃及人 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国家 称什么呢 他们也有个称法 叫什么 叫Kemet 叫Kemet 就是古埃及人哈 把自己的国家呢 称为Kemet Kemet什么意思 黑土地的意思 因为呢 埃及呢 后面我们慢慢讲到 这个尼罗河泛滥 在古代呢 尼罗河泛滥的 泛滥之后 洪水退去 然后呢 在尼罗河两岸 留下了一层哈 肥沃的黑土 所以埃及人呢 把自己的国家呢 称为Kemet 黑土地 这么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要想了解哈 埃及哈 必须哈 要去古代啊 那么去了解 这是目前我们所了解的 这个AGM这个词的 一般的哈 通常哈 接受的这种说法啊 是来大家看到的这个过程 其实呢 还有一种说法 大家知道哈 希腊人到埃及去之后 古代哈 把埃及人称为Kopt 科普特人 Kopt 那么这个Kopt 什么意思呢 Kopt 后面我们讲到哈 科普特人 Kopt 其实就是希腊人哈 到埃及去之后 把埃及人称为Kopt 现在也有了学者哈 就提出了一种观点哈 Kopt 其实啊 就是Kemet 大家看一看哈 非常接近 是不是 Kopt Kemet 非常接近 那我们说的这个 Egypt 其实呢 有的学者 另一种观点说呢 说不是这么一个繁琐的考证 其实呢 就是Kopt 你前面他没有 他加个贯词 就算了A-Kopt Egypt 差不多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说法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要想了解埃及呢 必须到古代 这样 来看一下 大家知道 现在的埃及 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现在在大家心目中 可能还不太了解 现在的埃及 非常穷 是一个贫穷的 发展中的国家 也就是说他们老百姓 还生活在这种 贫穷之中 非常穷 因为我经常去埃及 所以一到埃及呢 就非常深切地感受到 埃及的贫穷 比我们中国落后多了 可以说 比起来我每去一次 就感觉到埃及 似乎 离我们的差距上 更大了 他们的这个收入 还非常少 平均这个收入 每个月只有几百磅 一磅相当于人民币 比人民币稍微值钱一点点 一磅相当于人民币 1.19人民币 所以大家想一想 平均就几百块钱的话 还是非常穷的 另外呢 埃及呢 没有任何现代工业 所以你到埃及去之后 你发现 好多商品 都写的 Milin China 中国找的 它没有工业 那么埃及靠什么 现在埃及 靠旅游业 旅游业非常发达 旅游业非常发达 所以呢 靠大的 外国游客 到时候去参观 另外呢 带动旅游业呢 配套的是 这些小商品 做一些文物的 复制品呀 这些东西 经验品呀 卖给这个 参观者 所以呢 说到底呢 现在的埃及 我觉得 基本上是吃 吃古埃及人的晚饭 对不对 大家想想 我这么说话 有没有道理 所以现代埃及人 他们的生活 好大 好大程度上 是依靠古埃及人的 这种馈赠 对吧 这是现代埃及 那么同学们 在我们想象中 古代埃及 那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呢 那一个充满神秘 令人神往的一个地方 的确哈 埃及呢 是人类早期文明的 发源地 所以我们 一提到 不管是四大文明 还几大文明 马上想到 古代埃及 它人类文明的 发源地 是世界上 历史最悠久的 国家之一 尤其是古埃及人 创造了这么 辉煌的文化 我们引用 这个 古代前五世纪 古希腊历史学家的 希罗多德一句话 他对埃及呢 这么形容过 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这么多 令人惊异的事物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这么多的 非笔墨 说能形容的 巨大业绩 大家看到 没有任何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 这两句话 盖阔书 埃及文明 古埃及文明 他的 辉煌 他对后世的影响 之大 然而呢 大家都知道 虽然这个埃及文明 非常早期 也非常辉煌 但是接下来 他的命运呢 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 很快呢 埃及呢 就先后受到了这种 波斯人 希腊人 罗马人 以及呢 阿拉伯人 他们的入侵 这样呢 辉煌灿亮的 这个法老文明 就逐渐的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现在阿拉伯 现在这个埃及呢 是阿拉伯 阿拉伯国家 那么我们今天讲 上古埃及文明 我们对上古埃及文明的了解 是依靠 什么来获得的呢 那是依靠一门新兴的 近代 新兴的一门学科 叫埃及学 大家看埃及学 提到埃及学 我马上想到一个 英文词 因为大家可能在座 基本上都学英语的 Egyptology 最后一个词 埃及学 接着呢 这个词呢 最早呢 是在这个 法语事业中产生的 是由这个 1822年 由法国的 结束了语言学家 商伯良 他呢 把古埃及文字 破译成功之后 产生了这么一门 学科 所以我们说 埃及学这个词呢 应该说 最早是从法语世界产生的 大家知道要怎么念吗 Egyptology 这是法语世界 品宽呢 这个埃及学这门学科 又传到了德语世界 第二次 Egyptology 这就是德语中的 埃及学 Egyptology 所以呢 应用中呢 我们说 可以说是 相对呢 还比较晚一些 埃及学 这门学科呢 就是 近代 在西方国家 产生的 这一门 一门这个 以这个解读 古埃及文献 为基础 来研究 古埃及文明的 这么一门学科 研究埃及文明呢 是方方面面的 包括古埃及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科学 科学 以及呢 艺术 建筑 各个方面 所以呢 我们说呢 这个埃及学呢 是一门 综合性学科 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特点 综合性学科 另外一个特点呢 是一个世界性学科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埃及学 最早是法语世界中产生 然后呢 很快啊 德国 英国 美国 这些西方发达国家 相机呢 建立起来 所以这门学科呢 是一个世界性学科 当然现在呢 我们这些 中国也有了 这个埃及学 也有二三十年的发展了 日本呢 也搞得不错 所以呢 这些学科呢 这门学科呢 是一个世界性学科 这是它的另一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是一个小学科 很小啊 为什么小 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 历史学院的学生 我们学历史 再具体一点呢 我们上这门课 叫什么 世界古代史 世界史 世界史 中国史 我们是世界史 世界史呢 在西分呢 我们是世界古代的 再细分 上古 再细分 埃及学 对不对 埃及学是只是 作为历史学 这么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学科 中的那么一个分支 所以我们说 是小学科 但是 这门学科呢 并不因为它小 它学问就小 相反的 学问非常大 为什么 不是因为 我是研究埃及学的 我说这个学问大 为什么说大学问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 埃及古埃及文明 要懂它的古埃及文字 对吧 要读古埃及文献 这是一个硬功夫 另外呢 我们说埃及学是一个世界性学科 也意味着 研究埃及学的这些 现代人这些研究成果 基本上 是由这三种语言 来发表的 英语占30% 法语占30% 德语占30% 大家想一想 还剩下10% 那么剩下10%呢 就包括 意大利语啊 日语啊 俄语啊 还包括我们的汉语 对吧 所以基本的这些研究成果 是英语 德语 法语 这三种语言 来发表的 虽然我们要想研究这门学科呢 其实呢 这需要相当的功夫的 要懂古埃及文字 另外呢 还对现代外语 尤其是英语 德语 法语 都要有比较好的掌握 这样呢 才能更好的研究 这门学科 那下面呢 我们就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埃及学 这门学科 是怎样 一步步的产生 和发展起来的 首先呢 我们看 第一 阿医学的产生和发展 其他医学的这个产生和发展呢 其实呢 不仅仅 从近代开始谈起 因为呢 在近代之前 尤其是 希腊罗马 时期 有好多的这个 学者 对埃及呢 非常感兴趣 然后呢 又到埃及去考察 他们呢 这些早期的这些 古典作家和学者呢 留下了很多的记载 这些记载呢 对这个埃及学的产生 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古典作家与埃及学 古典作家与埃及学 第一位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 提到这个人呢 大家好像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希罗多德 西方历史学之父 他写了一部著作 叫什么 历史 这是希腊人 他们在过温前 四百五十年的时候 专门呢 到埃及进行考察 并且呢 留下了非常详细的 记载 在他的历史第二卷中 是专门来记录 他在埃及的一些所见 所闻 所以这个希罗多德 也是第一位 对古埃及社会 做全面报道的 这种古典作家 他也知道他的历史 为什么刚才我说 这个人很重要 历史 希腊文中 Historia 这历史 那么在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 历史都知道 英语中的History 其实呢 在这个古希腊文中 Historia 什么意思 他是打听询问 就能知道的一些事情 这么个意思 和希腊多德呢 把自己的这些作品呢 以这个名字来命名 这样慢慢就发展成为 西方意义上的 这种历史这个概念 所以现在我们提到历史 英语中的History 就从这儿来的 法语中的Historia 这也是 都是从希腊多德这儿来的 所以我说这个人也非常重要 因为他的著作 历史 发展成了 现在我们 历史上的这个历史学 这个概念 这个希腊多德呢 在埃及呢 留下了好多的记载 他去参观 但是大家想一想 这个人呢 是一个希腊人 也说他不懂埃及语 所以呢 是外国人 到埃及去 他去参观 其实像我们现在差不多 我们现在去这个埃及区参观 去旅游 我们有得用 叫什么 用导游 是吧 其实这个 希腊多德呢 也是 也不例外 他当年 这比我们去找一些 光线五世纪的时候 到埃及区之后呢 也是用一些导游 他呢 就打听一些事情 把打听一些事情 从导游的口里上 得来的一些事情 以及呢 他实际参观考察 见到的一些 东西 然后呢 都记载了下来 其中呢 他记载了一些 这个金字塔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金字塔 金字塔怎么修建的 希腊多德 他记载了 穆乃伊 穆乃伊怎么制作的 希腊多德也记载了 我想呢 希腊多德记载的方法 非常准确 现在我们学的研究 认为呢 希腊多德记载的 这个制作木乃伊 这种方法 基本上是非常准确的 只有一个方面 他说是要把这个尸体 放在一个槽打里面 干燥 其实现在研究者认为呢 不是放在 不是用水干燥 不是用液体来干燥 而是用一些固体的 粉末状的泡箭来干燥 处理的 就这一点小小的细节 希腊多德呢 稍微有点出入 其他记载都非常准确 另外呢 希腊多德呢 还记载了一些 在埃及的一些 比较稀奇古怪的事情 比如他说 到市场上去买卖的 都是一些妇女 在家里做的都是男的 很好玩 另外呢 他说这个 这更好玩的 就是说 小便的时候 男子都蹲着 女子站着 太记载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他这个记载 其实呢 有好多呢 是比较杂乱的 所以现在我们研究者呢 在使用希腊多德的 一些记载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进行鉴别 我想他还是 本来比较认真的 比较客观的 来态度 来写他的这个历史 但是呢 他大量的材料 是道听途说的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者呢 一定呢 对他的这个 使用他的资料的时候 一定要鉴别 不能他说什么 我们都信什么 这是希腊多德 即希腊多德之后 是另一位 古典作家叫迪奥多罗斯 大概呢 是在希腊多德 访问了埃及后的 四百年之后 迪奥多罗斯呢 也踏上了埃及 这片神明的土地 进行考察 也留下了一些记载 迪奥多罗斯 有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些 这几位呢 我们就不详细的介绍了 迪奥多罗斯之后呢 有斯特拉波 斯特拉波 还有呢 劳普林尼 这是希腊 这个古典作家 希腊罗马时期 一些古典作家 对埃及的一些考察 向我们介绍的这个呢 是马捏托 是一个埃及人 古埃及人 他呢是生活在这个 古典前啊 应该是四世纪是吧 托勒密啊 一世和二世统治时期 他一个埃及人 并且呢 他是一个神庙的 神职人员 这时候呢 埃及 希腊人呢 统治埃及之后 非常想了解 这个埃及的历史 这样一来呢 希腊人呢 就委托 马捏托这个人 来写一部 埃及史 为什么委托马捏托呢 因为马捏托 他是埃及人 所以他 埃及语他会 母语 母语是吧 另外呢 他也会希腊语 因为这是希腊统的时期 官方语言是希腊语 马捏托也会希腊语 还有一个方便之数 就是马捏托呢 他是一个神庙的工作人员 祭司 祭司有什么方面之处呢 他知道国家档案 在那时候 基本上是保存在神庙里面的 所以祭司人员啊 可以有这种方便条件 来查一个国家的一些档案 因此呢 马捏托 来写这部 埃及的历史 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一看的是呢 马捏托这个埃及史呢 现在呢 并没有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的 只是一些成片 成片 以及呢 后来啊 尤其是这个犹太作家 对马捏托作品的一些转述 马捏托对这个埃及历史最大的贡献 是提出了这个王朝划分的这种方法 后面我们讲到这个埃及历史 要讲第几王朝 第几王朝 从一一直讲到第三十一王朝 那么这王朝概念 谁提出来的 最早就用马捏托来提出来 这马捏托 后面呢 我们还要更详细地讲到这个人 那我们回顾一下 古典作家 对埃及学贡献有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总结成一句话 提供了 比较珍贵的这些文献资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去埃及考察 并留下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所以这个资料非常珍贵 其实呢 珍贵之处在哪呢 就是说他们当时 因为他们这时候比较早 关前五十戒 然后比较早的 因为古迹大家知道 有的好多古迹 是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对吧 有些古迹 可能20年前去有 过20年之后呢 再去参观 没有了 所以考的古迹 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有的分化掉了 所以呢 正这种原因 我们说古典作家 他们记载的一些东西 非常可贵 因为现在我们在去 没有那些古迹的 所以我们要研究 相关的历史的话 必须要采用他们的一些记载 这是古典作家 那么真正对埃及学产生 起作用的呢 是近代 是拿破仑 远征埃及 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拿破仑远征埃及 大家知道啊 随着这个西方自民主义的 清洗 也就是到了这个18世纪 以来 欧洲人呢 他们呢 就凭借这个军事优势 我们都说 尖船 力炮 这些军事优势呢 来打开东方的大美 展开了对世界各地的征服 在1798年的时候 法国将军拿破仑 率领军队远征埃及 这样呢 打开了埃及的大美 其实呢 不光打开了近代埃及的大美 也打开了古代埃及的大美 因为呢 正是由于他的远征军 后来呢 发现了一枚石碑 就是罗亚石碑 罗亚石碑呢 他也破译成为这个 打开古埃及文明的钥匙 拿破仑远征埃及 其实有他的这个目的 深远的目的 大家知道啊 想想埃及这个地方 是一个欧亚非三大洲交汇的地方 比如他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欧亚非三大洲交汇的地方 所以呢 西方人就想 如果把埃及这占领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 以后呢 以埃及为中心 做一个据点 然后呢 来这个统治东方 所以埃及呢 非常重要 正由于这个原因呢 1798年呢 拿破仑 率领军队 远征了埃及 现在拿破仑来的 不光是军队 拿破仑 当时呢 应该说是 很有这个远虑的 眼光很长远 他想长期的来统治埃及 所以呢 不光能 不光要带军队 还要带什么 还要带专家 学者 所以跟随那个 拿破仑这个 远征的呢 还有一些 专家 学者 这些专家 学者呢 可以说 是当时 各个领域 最拔尖的一些 这些 领悟 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呢 就是 拿破仑的考察团 在埃及考察 考察团呢 把在埃及的这个考察 非常详细的 汇编成册 叫出版 出版了是 二十卷的 这种书 这书呢 叫埃及记述 大家看了 这个就是埃及记述的封面 他看了法语的 Description 埃及记述 二十卷 大家看啊 二十卷 布图非常大 对吧 别忘了 这是在 在十八世纪啊 对吧 二十卷 布图很大了 其中呢 有九卷呢 是文字 十一卷呢 是这个 插图 这个书出版之后 在整个欧洲 非常轰动 因为以前呢 在欧洲人心目中 埃及 那是觉得 一个非常遥远 非常神秘 那么一个国都 那么究竟 什么神秘呢 到底什么样子呢 其实 但是好多欧洲人并不了解 不像大家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说的 现在我们交通条件发达了 我们可以去旅游 坐飞机啊 很方便的 就去了 当时那个年代 能去真正 去这个埃及 能考察的人 很少 所以大部分的欧洲人 那就是埃及 那就是一个很神秘 很遥远 甚至很陌生的一个国度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样子 但是这一卷 这个二十卷的 埃及记述 在欧洲一出版 有好多的这种图片 是图文并茂的 把整个的埃及 核盘突出 对不对 趁一下这欧洲人的面前 这欧洲人非常非常激动 你看 真正的埃及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也引起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现象 就是引起了好多的欧洲人 像一窝封死的 都要到埃及去 去参观去 去考察去 你看埃及这么有魅力 所以一窝封死的 都在那去参观考察 其实好多 这个参观考察 是要掠夺这个 埃及文物的 真正对这个拿破仑 远征军 对埃及学产生贡献的是什么 大家看一看 是这枚石碑 罗特达石碑 这枚石碑呢 是拿破仑的军队 在1999年 在牛罗河三角洲 修建这个挖壕沟的时候 士兵们发掘出来这么一枚石碑 当时发掘出来一看这么一枚石碑 很古怪 因为它形状不规则 另外呢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 有这么多各种文字 所以当时一看这东西 很古怪 很不一般 于是呢 就赶快 就汇报 一层一层的汇报 后来呢 这个石碑呢 就被送到了这个 拿破仑的这个专家组 手里 专家组一看这东西 这是石碑 有文字 上面的两排 其中的文字呢 分三种 他看啊 最上面呢 是古埃及的这个 我们说是圣书体文字 下面呢 是世俗体文字 最下面一栏 当时的这个 拿破仑 军队中的这些专家学者 他们能够看懂 那是古希腊文 当时他们学者能看懂 很快就把这个内容读出来了 什么意思呢 就说呢 其实一直很简单 就是在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 托勒命武士 他当政时期 当政时期呢 做了一件善事 什么善事 他是把 颁布了一条 这个 这个法律 允许呢 拨款 给这个国家拨款 给神庙 让各个神庙修 修弃神庙 并且呢 还免除他们的赋税 免除这个祭司人员的赋税 大家想一想 这个很好 即可免赋税 然后又给我拨款 所以祭司人员非常 非常高兴 然后呢 说这个国王太仁慈了 所以一定呢 把这件事 要记载下来 让这个 所有人 都要知道这件事情 并且都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决定 所以他们决定 把这个事情呢 用不同的文字 来书写 刻到了这枚石碑上 这个最后一句话呢 他说呢 就是为了让更多人 能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文字 来刻写 这个同音的内容 其实也是说了 这三段字 内容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学者们更高兴了 说那好吧 那既然这个埃及文字 是一种死文字 但是呢 他说 这是内容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 希腊文读懂 我们依靠这种对异 就可以把这个 古埃及文字 解读成功 这样的话 就不解决问题了 很简单 这个思路 大家想一想 正确 其实作为 我想作为一个普通人 普通的人 也会马上想到 所以我们进行对比 对异 但说起来是很简单 做起来呢 真的把这个文字 你对照对比 然后把这个体系 能够解读成功 那是 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 回到这枚石碑呢 我还要多说两句 因为这枚石碑 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在哪儿呢 是在英国 英国大英博物馆 是吧 英国大英博物馆 这是埃及管的 镇管制度 也就是整个 大英博物馆的 镇管之宝之一 这枚石碑呢 就位于这个 大英博物馆 埃及馆 埃及分馆 就是埃及分馆 这个入口的地方 刚才我提到 这是法国 拿破仑军队 发现的 怎么又跑到英国去了呢 其实呢 刚才我们提到 在这个法国 率能远中军 征服埃及的时候 英国的 就有点不安了 说这不好 如果法国 一把埃及给占领了 会严重影响到英国 在东方的势力 所以很快 英国人 派纳尔顺 会领导的 很快就 追过来了 然后呢 英国和法国之间呢 就展合了这种 战争 结果呢 英国人 把法国人打败了 英国人呢 就提出来这么一条 说你法国 作为一个战败国 你必须呢 要把这个 无条件的 把发掘了所有的 这些文物 要交给我们英国人 但法国人非常不情愿 都知道 这枚石碑 看着 破烂不堪的 其实大家都意识到 这枚石碑很有价值 所以法国人非常不情愿的 把这个石碑交给英国人 但最终呢 因为英国人也意识 这个东西 是无价之宝 一定要给要 后来呢 法国人也没办法 最终呢 还是 交给了英国人 这样的英国人呢 很快 第二年 就 把这枚石碑呢 运到了 伦敦 放到了大英博物馆 他以后大家去 这个大英博物馆 参观的时候 一定要亲眼去看看 这枚石碑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拿破仑啊 远到埃及之后 尤其是埃及寄述 这么二十卷的书 在法国 在欧洲出版 引起了非常的 引起了一阵的狂热 好多人呢 都要到埃及来 参观 考察 另外呢 也进行所谓的这种 发掘 其实这个早期的发掘呢 是比较野蛮的 也是比较粗暴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早期的野蛮发掘 最初的这个欧洲人呢 在埃及的发掘手段 非常野蛮 非常粗暴 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 以这个公开的 有这个掠夺啊 可以说有这个 由过字而无不及 在这种野蛮的 发掘过程中 充当不光彩的 这个角色呢 主要就是 各个国家的领事 才知道这个领事呢 他可以利用这个 自己的这种方便条件 因为他在埃及工作 还有外国人 他呢可以 雇佣 埃及的一些民工 或者是农民 进行给他发掘 发掘出来的东西呢 他又送回到 自己的国家去了 在这些领事中 最著名的呢 有法国的这个 德罗维蒂 我们以前听说过 米诺 英国的萨尔特 这些英国 法国的这些领事 他们呢 都是在埃及雇佣 一些人 给他发掘容物 雇佣这些人中 最有名的一个人呢 是巴尔佐尼 这是意大利人 巴尔佐尼 大家看这个图片 是巴尔佐尼 意大利人 他呢非常 身材非常高大 以前呢在马戏团 做那种大利事 后来呢到埃及去 最早的时候呢 他是给埃及政府 来这个推荐他的这个水利 一个水利 那个机械 但是呢 埃及政府呢 并不感兴趣 后来呢 他也觉得挺没意思的 慢慢的他意识到 发掘文物是一个 能挣钱的 这个好的活动 这样呢 他呢就在埃及进行发掘 最著名的一发掘呢 大家看一下 是迁移拉米西斯二世的 这个胸像 这个像呢 是在 这是宝兵的大英博物馆里面的 是拉米西斯二世 大家知道 拉米西斯二世 是埃及历史上 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个法老 这个像非常大 当年呢 这个巴尔索尼呢 采用什么方法 把这个像 给搬迁的呢 他呢 在这个 他的一些 这个 他写了这个 记载 写了有一个邮寄 他这个巴尔索尼呢 写了 写有这个埃及和努比亚邮寄 这本书 在这本书中呢 他记载了这个 发掘拉米西斯二世 凶向的一些过程 他说呢 当时呢 他这个 到这个 飞区那边 去去找 这么一个 找这个拉米西斯二世 的凶向 后来呢 他发现了 说呢 这个像呢 是面朝天 面朝天空 他说呢 说仿佛 他这个 又知道 要被运到英国去 而向我微笑 所以他还说呢 说我原来只知道 这个像是硕大无比的 但是没想到 现在一看 他竟然是美得出奇 非常美 那么这个具体的 迁移过程呢 就是用了 大家看这幅图 用杠杆 是吧 用那个 不是杠杆 用滚木 木棒 底下 垫上木棒 然后呢 推这个凶向往前移动 前面有人拉 后边有人推 这么走 移动一点呢 再把这个后边的 这个木棍拿出来 再放到前面来 这么一点点的 这个 来前进 这过程呢 虽然这个 比较 比较 这个 比较原始 比较笨 但是它毕竟 奏效 这个巴尔佐尼呢 他说呢 这个 他记载 说当时呢 说当地的一些人 看到这个 拉米西特二世的像 在移动 这时候呢 他们都叫了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这可能是 由于魔鬼的力量 来使得这个像 再往前移动 尤其是看到这个 巴尔佐尼呢 在用笔 当然他在记载这些事情 所以当地人 更认为是巴尔佐尼 在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来操纵这项工程 巴尔佐尼呢 在埃及 他呢 发掘了很多的 古墓 当然他的目的 不是为了 科学的意义上的考察 目的很简单 为了寻求 这个黄金 珍宝 而不是为了寻求知识 目的 就是为了这种寻金探宝 另外呢 我们想想 他当时的这个技术 当时的技术 再想一想 那个技术还非常原始的 他使用手段呢 自然会比较粗暴 会比较野蛮 打不开 遇到古墓打不开怎么办 撬 用什么撬 用榔头 是吧 榔头打 铁签子 撬 甚至呢 有时候呢 还打不开的时候呢 用那种夯 他也知道这个石头的 用这种东西 把它给打碎 所以尽管这种 贝尔佐尼的这种 手段 非常粗暴 非常野蛮 但是呢 他毕竟 发掘了很多的文物 所以后来呢 考古学者们 对这个贝尔佐尼呢 还是非常 还是非常 崇敬他的 尤其是这个 英国考古学家卡特 他说呢 这个贝尔佐尼呢 是 自有埃及学以来 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所以我们一听一听 简直不可思议 他破坏这么大 怎么对他评价这么高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想一想 因为我们评价 这个贝尔佐尼 不能离开 他生活的年代 对吧 当时技术就那样子 另外呢 我们还不要忘记 他的功劳 远远超过了 他的破坏 他毕竟发掘出了 这么多文物 这是 这个野蛮的发掘 其实呢 我们 换个角度来想 这种 早期的野蛮发掘呢 也是 在历史上 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什么积极的作用呢 因为 我们想一想 这些 埃及的这些文物 毕竟呢 是被发掘了 发掘之后呢 被通过各种方式 卖到了这个 比方说卖到大英博物馆 卖到这个德国的玻璃博物馆 卖到意大利的这个都林博物馆 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 这些 都被卖到那去了 但不管怎么样 它是 博物馆里面有收藏了这些埃及的文物 对吧 丰富了这些博物馆的馆藏 另外呢 也把埃及的哈 这么多的文物哈 展示给了哈 更多的欧洲人 对吧 当然我们评价这件事情 还是哈 呃这个 这种哈 它对 起到这种 否定作用哈 还是为主 但是也不排除哈 它有一些哈 而积极的哈 意义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哈 这个早期的野蛮发掘 好 我们休息一下哈 我们下期见 是 5 3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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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